那现在呢 他们带我到一个很漂亮的空间 这个空间是一个独立的休息室 等一下呢 植入之后 他们会再帮我推到这个美美的空间 那它其中有一个环节 我也不确定是什么样的动作 但是我就突然这样子 Hello 大家早安 今天要进行第二次的植入手术 这次已经是第二次疗程 因为不用取卵的关系 所以这次简单了许多 又在旌旗来的时候 第二天开始服药 去做了两次的回诊 然后要去看子宫壁的厚度 上次医师是已经有讲说 子宫壁的厚度已经差不多了 以下我们就会先去照超音波 然后看子宫壁的厚度 还有它的环境的状况 如果一切通通都就绪之后 今天就会进行植入手术 祝我好运 它的臂够厚了 够厚了 我们那边看就够厚了 现在就这样子 刚刚已经打完油针 打屁股 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打屁股了 还有刚刚做了这个 金麦的注射 等一下应该是还是要再補充一些针 所以刚刚是先埋针了 然后等一下就可以直接 那个针器就直接从这边打进去就好了 那现在呢 他们带我到一个很漂亮的空间 这个空间是一个独立的休息室 等一下呢 植入之后 他们会再帮我推到这个美美的空间 刚刚已经植完了 然后今天在打针的时候 有一点后面想吐的感觉 因为他们想要让我的子宫壁 比较收缩的那么严重 所以今天有再加强一个药剂 刚刚手术的过程其实很快就完成了 可能是已经隔了比较久的时间 状态都已经恢复到原本正常的情况 那这次就是有一点酸酸痛痛的感觉 现在他们已经推到休息室 我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个小时 哈喽 今天已经完成了第二次的植入手术 这一次呢 我们植入的一样是一个囊胚 然后呢 这次植入的是这个4AAJ科 那因为我们有参与就是政府的补助 所以以我现在的年纪 就只能够植入一颗 所以我们这次一样是植入一颗 医生说可以先这样子试试看 不要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囊胚胚都用掉 今天植入的状况呢 其实手术很快就完成了 在这个过程呢 其实也都很顺利 也没有很紧张 唯一比较不舒服的 大概就是有打了一个针剂 然后那个针剂呢 是预防我子宫收缩的比较频繁 但因为打下去的时候 可能是他经有血液 撑到我的肺 然后到我的心脏 其实听说是很快的速度 那个时候我瞬间有点晕眩 心悸啊 呼吸不过来的样子 那副理人员非常贴心的 就帮我把那个床立高一点 很快就得到一些缓解 再加上一些休息 其实就OK了 上次第一次是新鲜周期嘛 然后这个新鲜周期 那一段那个整个月 其实遭遇了非常多的刺激 然后这个刺激呢 使得我就觉得说 在做植入手术的时候 根本就是小case 可是呢 这一次呢 就有比较多的感受 比如说压嘴前 进到我的频道的时候呢 然后他要把它撑开 那时候我已经觉得说 诶 有一点点酸酸的 但是还能够接受 但是它其中有一个环节 我也不确定是什么样的动作 但是我就突然这样子 不觉得不太舒服 然后很酸 相较之下 我会觉得说 这一次是有稍稍的 不舒服一点点 这些呢 是我今天领到的药 大部分还是跟安胎的药差不多 我已经变成吃药的高手了 已经都要吞了几百颗 其中一个比较跟上次不一样的是 医生这一次开了这个 要自己打针 然后要打两次 可以帮助我死工 不要让它公缩那么严重 那当然 我是很期待 这一次就可以成功 跟上次的心态完全不一样 因为总是听人家讲说 要尝试很多次 那所以我上次就想说 那如果失败也没有关系 反正还有那么多颗 可是呢 毕竟每一次就是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尽管只有一点点 我还是不想要再承受一次 然后这个是针剂 那医生开给我的处方指示呢 是要在 也就是今天植入的晚上 要打一支 然后再来是9月17的时候 还要再打一支 那我现在要来打这支针咯 这是一体成型的针剂 所以呢 等一下就是直接把空气排开 然后就可以使用了 要先消毒 我之前都觉得我自己 已经快要变成打针的达人 等一下要很用力的把这个脂肪给捏出来 然后他说 要由内而外的消毒 可是呢 我每次都会忘记 就直接乱消毒乱搓 再来把这个盖子给打开 因为他现在还有一点点的空气在这里 所以很小力的把它推上来 听说这支针很痛 所以呢 要很用力的捏下去 然后打下去 所以捏很大力 打进去之后 慢慢的推 我的经验是我上次推很快 有OK 所以我觉得慢慢的推 比较不会不舒服 然后打完之后呢 推完 停留3到5秒 慢慢的说出来 完成 再给他吸一下 完美 一点痕迹都没有 请叫我打针达人 刚刚已经打完针了 据说是会很痛 可是我在打的过程里面呢 我倒觉得还好 一一关掉之后 我就开始觉得 哦 真的是蛮痛的耶 但是也不至于到不可疑忍受 那另外要来介绍的这个是 之前在第一次疗程的时候就有介绍过了 这个叫做快运龙 基本上你要经历试管婴儿的妈妈们都会使用过这个东西 这每天早晚都要塞 那像之前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是只有塞晚上 然后一天一次 但是现在医师开给我们的是早晚通通都要塞 打开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长得像这样子的 这个地方把它扭开之后 这里其实有利药膏吧 然后呢 塞进阴道里面大概是3到5公分左右 在这边用力的急推进去之后呢 这个也是安胎的作用 听说有些人他们有办法就是在蹲着的时候自己操作 但是我自己试过困难度很高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邀请你的老公你的另一半 那让他有一点点的参与 这一次有两大盒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早晚通通都要塞 接下来就要等待两个礼拜之后 看看这个有没有怀孕哦 当然也可以自己偷偷的验啦 今天是14号 预计28号的时候 一早我们就一样要回到 生殖中心去做抽血的动作 就可以公告结果了 大家祝我好运吧 今天是9月17号 已经是植入的第4天咯 根据医师的指释第4天的时候 要再来打第二支针 那先来讲讲这几天的感觉 这几天我都有一种就是比较疲惫的感觉 然后这几天呢 刚好是我们SHEES的无数旌旗 没你不行的活动 如果不知道的人在这里 可以去回顾一下 看看这个活动是在做什么 接着活动呢 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到我们的生理期 不要制造那么多的垃圾 可以使用一些对环境比较有保护的环保的生理用品 一来呢让我们的世界更好 然后也可以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那当然SHEES它所研发的呢 就是一个环保卫生棉嘛 只要6个月就可以分解 那对这个地球是大大的友善哦 详情请看这里 那因为现在已经是第四天了 我也准备好要再来打针了 非常的期待 这就是最后一支针了 很辛苦的事情 不希望再有第三次 然后接下来就要等两个礼拜之后的结果了 那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再跟大家说咯 拜拜